一副经年代秀的老花镜,一顶灰色毛毡帽,一件深蓝色工服,一把简朴的车钻。 近日,在位于浙中平原的兰西游布谷镇上,记者见到了现年83岁的木杆秤制作技艺传承人吴钊福,现场领略手工制秤技艺。 吴师傅祖上三代都以制秤为生,他12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木杆秤,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张堆满工具的木桌后,坚持手工制秤,不想这一干就是70年。 吴师傅说,一把好秤最重要的就是要称得准,差一分一毫都不行,这取决于制秤的第一个步骤,定位。 将秤悬在平行梁上,两头挂上不同重量的秤砣进行定位,带两端平衡,用刻刀在杆上做下记号,根据记号在杆上分出精确的度量格。 分好了格,接下来就要做秤花,又叫丁准兴。 用车钻在杆秤上钻出均匀小孔,再将纤细的铜丝嵌入一毫米左右,用锋利的错刀快速错断,银色铜丝的横截面留在杆面上, 形成了一个个精致的秤花。这道工序考验的是制秤师傅的眼力和巧劲,孔钻得太大,铜丝异掉,错刀方向力道不对,铜丝无法割断。 秤花钉好后,用水石打磨光滑,接着要安秤钮,包铜皮,涂清漆。 在杆秤和秤铜上系上手提线,一倒到工序后,一把手工杆秤才算真正完成。 做了2、3年了,做了2、3年了,做了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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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了。 然而在吴师傅看来,70多年的坚守,铺子中大大小小的赶乘,早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,也记录着千年古镇中百姓生活的发展变迁。 我这里有2年了,做了1年了,做了2年了,做了2年了。 铺子中很弄单给你洗着温馨。 我 família,我做了2年了,做了1000锅滑,holl-c來 Pullingะ。 从半世纪前人们家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到如今复古精致的非移艺术品 老街上这家无忌恒气店坚守近一世纪 店中顾客也从镇上百姓逐渐变为五湖四海的观光游客 吴师傅说自己儿子现在也在学习制衬技艺 希望把这门老手艺带带传下去